Hello 你們好啊 首先非常抱歉 我這個創業經驗分享三個視頻呢 拖到了今天才開始給大家錄製 這人生太忙了 期末考呀 畢業典禮呀 還有朝前之喜 加上我錄完這個視頻 我們今天晚上 明天晚上就要去進行我們的畢業旅行了 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前兩期出的視頻 我感覺有點被鋼怕了 有質疑的 有曲解的 有認為我是炒作的等等等等 但是都不重要的話 我就假裝他們是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才能夠發出反對的聲音 但既然有很多同學 他們想要和我去做一模一樣的事 一模一樣是一模一樣 糾正一下 是一模一樣 很多同學他們想要和我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他們以為說這樣子就能取得一模一樣的成績 那時候我很坦白地告訴大家 做聲音這件事情呢 是沒得模仿的 中國它有第一個網購品牌淘寶 那麼就很難再出第二個檔內了 不過說實話 模仿的確是最簡單的創新 如果巴拉巴拉創新 我們就有了PinCCCCC的網購平台 當然最重要的視頻延遲的原因就是因為我 忘記了 所以我就偷到今天才做 我其實就是很想給大家再從頭裏 一遍我們創業的過程 有疑問的呢 你們可以翻一翻前面的視頻 如果前面的視頻有沒有答案的話 那麼你可以期待上一期的視頻 但是為了節省新來的朋友 往回一番視頻的時間 我就用一點點時間 給大家進行一個簡短的前行回顧 我和我女朋友是大家開始創業的 然後我們做的是餐飲行業 主要是炒酸奶 炒酸奶它分為兩種 一種是普通的炒酸奶 第二種是泰式炒酸奶卷 我們之所以選擇它作為我們初次創業的項目的 很大的原因有三點 它的口感上的發揮空間特別大 第二是它的製作工具 製作工具非常地簡單 上手很快 培訓成本很低 第三點 包裝空間和營造空間很大 換句話說就是它是具備那一種 稍微打扮一下 就能從灰姑娘變成公主的那種級別 那種潛力 加上我們採用的商業模式是比較特別的 可能在我們校園那邊會比較特別 我們使用的是一店多點的銷售渠道 銷售模式 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租金最低的區域 住一個地方 簡單裝修一下 作為中央廚房 它同時也解決了我們需要辦理各種政見的問題 那麼既然租金低 它就伴隨著人流差 位置偏僻等缺點 對吧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店 那麼多點又是什麼呢 我們會在學校人流最旺的地方 和那些咖啡店啊 奶茶店啊 小吃店合作 設立多個代售點 說的好聽一點它是代售點 但是其實 劃開本質的話 它就是放一個破冰箱在別人那邊 擺在那兒 然後我們把產品放進去 等待客人主動的去購買我們的東西 他給我前兩期也介紹我這些東西 然後我就會收到一些小夥伴的私信以及評論 大概意思會說 欸草草你們草莊來機呢 是哪家淘寶店買的呀 你們的原料啊是去哪家買的呀 能不能推我一下 稍微過分一點就是說 欸你那個包裝的素材能不能打包我一下 其實我沒有生氣 我只不過沒有回覆而已 如果你們因為看了這個創業視頻而選擇去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說實話我感覺 嗯 離失敗也不遠了 古人羽貌 成功有三 天時地利人和 在我們身上也是同理的 三四年前很多網紅小吃它開始風靡了起來 然後加上我們又是在下的大學生 能夠最快速的了解在下大學生的口味偏好 對周圍商業圈子的氛圍呢也是了如其善的 最重要一點是我們為了宣傳我們自己的新品 而做的那些公眾號推文 都能夠因為我們自身朋友圈的人很多 而得到有效的宣傳 這就是所謂的天時地利人和 雖然你看到的成功它肯定不是一出而就的 它基本上都是一環扣一環的 OK在以上的創業背景之下呢 在以上的創業背景之下 我給大家算一算月入十萬是怎麼得來的 首先我們的廚房租金非常的低 加上水電費呢每個月我估計也就 兩千到四千左右的水平 其次員工薪水上我們把控的也比較 緊 在前期我們沒有完全打開市場的時候 我們請的是學生兼職 我們請學生兼職呢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學生呢他和我們是同齡人 溝通起來肯定會比較方便 第二個就是工資會相對來說更划算一點 而且更靈活地進行調整 第三就是學生群體它有一定的宣傳作用 但是到後來嘛 呃規模比較大了就很難管理 而且你們能明白嗎 就比如說我和學生是童年人 但是我卻要指揮他們做事情 他們一旦工作上出現疏忽啊 態度不斷正的時候我就要去批評他們 其實我是不太敢批評他們的 為什麼呢因為作為年輕人如果上司批評你 你只會覺得喔你批評我呗你應該是看我不爽 他不會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而且他反而遭受到批評之後 他可能回宿舍轉眼就跟兄弟姐妹吐槽說 欸那個店長啊這不好那不好 人言可畏嘛 我們以剛剛請學生兼職做一組立軍的那個階段 算一下成本以及利潤 一個學生我們一天大概需要七小時的工作時間 一小時我們按照十元去算 撥一下發貸 一小時我們按照十元去算 每小時有三個兼職 三乘七乘上三十天 再乘上每天的十小時 然後再加上獎金 那麼一個月大概會有八千左右的人工支出吧 可能很多觀看我這個視頻的朋友 都是在下大學生 所以我這方面大概講到這邊也就差不多了 更深層次的話可能會涉及到 勞動合同啊 呃 員工保險啊 社保啊 商業保險等等等等 所以說房租加上人工 那麼 那麼目前的固定成本大概是一萬二左右 我們再算一下營業額 我們當時大概設立了七個代售點 最好的一天能賣 四到五百杯 最差的也有五十杯 那麼平均下來一天大概能賣個七百杯左右 這是比較好的情況了 乘上我們十三元的售價 一天的營業額 在好的情況下能夠有九千多 用極其低的成本 我們一天創造了接近一萬的一額 那是好的情況 那是不好的情況 一個月一天兩三千的也有 哈囉 剛剛沒變了 那麼一個月的營業額有多少 毛利率有多少 大家在你們心裡都有數嘛 我就不具體算了 也挺不好了 但是你們雖然知道千萬不要發彈幕好吧 發出來基本上都是瞎猜的 講到這裡呢 肯定會有人覺得說 哇塞你們這也太好賺了吧 千萬富翁不是夢了吧 沒有啦 我要講清楚的是 這是一種快錢 網紅小吃它為什麼會 心寢然後又落寞呢 作為消費群體 你們也不可能 長時間的一直吃同樣的東西 就算是你上門口的奶茶呀 冰淇淋啊 各種各樣也好 如果不是開家人流最旺的地方 你會發現他們的存活周期都非常的短 就算是開家人流最重要的地方 但我估計也會被房租給壓死的 但是做生意它本來就是五花八門的 像我們當時選擇做了這一間 離變現最近的短期賺錢項目 我們自然就要懂得未雨綢繆 然後迎接下一次的機遇 事實上我們也這麼做了 待會會跟大家討論一下 如果有時間的話好 可以說在我倆合夥的那段時間 是非常非常隱密的 也就是我前面跟你們所介紹的 這麼個情況 但是不可能事事順利的對吧 突然有一天 一個社會上做生意的人 他聯繫到了我們 他說他手頭上有非常優渥的店鋪資源 為我們能不能合作 當時我們太年輕了 又剛好處在那種急切的想要找到店鋪 又聯繫不到 又聯繫不到房東的這麼一個境地中 所以我們就約出來見面了 經過幾次的見面呢 我們和他也確認了這種合作方案 我這裡就把它稱為老大哥吧 那麼這位老大哥就同意把他 手頭下位置比較好的一個店鋪租給我們 但前提是我們要讓他參與投資 第一階段呢 我們這一邊和他是各投10萬 各價50%的股份 誒我說一下我們這10萬是前面我們自己賺來的 並沒有找父母要任何錢 所以大家不要再說什麼家裡有空 富二代之類的了 再怎麼樣應該也要富一代更合適一點 如果想知道最前期的創業的錢 是多少怎麼得來的 然後怎麼盈利的更具體的 你們可以開放我前兩期的視頻 我們說回這個合同上面吧 當時我們和這個老大哥簽合同的時候呢 表面上大家都是您請我願的 但是背地裡面肯定是割懷鬼胎的 你們懂的 我們看中了就是他在社會上的人脈 資源 投資眼光 希望他能帶給我們更多的經驗 但是他看中了就是我們這個項目 之前已經有很好的成效了 所以他覺得他直接這樣插進來是有點白條的 結果我們和他合作的這個項目 並沒有如願以偿的盈利了 這是後悔 當時我們住的那個店鋪呢 每個月是一萬五的租金 而且還要壓三付二 也就是說一次性我們要給出七點五萬 加上店鋪面積非常的小 完全沒辦法作為一個生產的小基地 所以我們又要額外的去租一個廚房 就是一筆花銷 這兩邊都需要員工 從專用廚房到門店中間又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不得已的又要去請送貨司機 所以說這中間產生了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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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像不到的費用了 聽著就非常的不划算 即使是在店鋪每天能挺弱勢的情況下呢 每個月也沒有多少的結餘 但是我們每天還會做那種各種支出收入的以上表格 然後自己過來分析自己去看 之後就會發現這個實體店的銷量的確是上去了 但是它會引起周圍的代售點的消量下降 所以整體的營業額和之前並沒有多大的改變 但是成本卻翻了很多倍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去租這個實體店呢? 我們完全全可以像之前那樣的模式做下去啊 首先我們想要把整個店鋪打造的更加正規 想要做成一個品牌的樣子 其實我們想要把它做為一個 一個門店 可以把我們自己想要的設計的元素融入進去 搞成像大學校園裡面的打卡聖地這樣的感覺 緊接著呢 我們覺得這麼幹下去的話 結果並不會比之前好 由於炒酸奶它是冰凍類的產品 賞味的時間是有限制的 一般是春夏秋 然後冬天就會賣的比較少 所以我們推出要冬天和夏天都合適的水果酸奶來降低 稍微讓下降的負面影響 OK之後我們又慢慢的認識到 吃它分為兩個 飲和食 我們有了飲 也就是水果酸奶 炒酸奶 炒酸奶捲各種 我們還缺少一個食 也就是能衝擊的東西 打著提升產品多樣性的口號呢 我們又推出了飯糰 之後我們就做人生中第二件最蠢的事情 我們又投了一個店 又花出去了七萬五 又花了很多的人工 又花了很多錢去買設備 又投出了七萬五之後 發現 公司賬戶不夠了 我們又加投了十萬 老大哥那邊也加投了十萬 我就發現 人的一生中就會做很多很愚蠢的事情 買股票的人他不懂得止損 賭博的人呢 他不懂得及時的出身而退 做生意的人他又不懂得復盤 其實我們這兩家店的生意 在整條街上算是很不錯的 但是我們的客單價太低了 我們一杯酸奶只賣13塊錢 但是隔壁店 我們隔壁好像有個壽司店 然後他一個客人可能就點了上百塊錢的東西 我們要十個客人點十杯草酸奶 才能夠達到這樣子的客單價 加上房租又非常非常高 1.5萬 兩家店每個月3萬 不到40坪 你們敢做嗎 這樣我重新選一次肯定是不敢做了 權衡一下利幣肯定是幣多於利了 整個創業階段呢 我感覺這20萬 然後是有點打水漂 真的是打水漂 但是呢 從整個創業過程來看的話 我們並沒 實際上並沒有虧這麼這麼多 我們肯定整體是賺的 對整體是有盈餘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就是重點 我前面鋪墊這麼多 就是為了告訴大家這個道理 1981年 諾貝爾得主詹姆斯托拼曾經說過 期待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我們的草酸奶 是在我們自己學校起家的 所以說老大哥和我們合作的是 隔壁校園內的所有的販賣區域 所以在合作協議中呢 我們提出了一個最為主要的要求就是 我們自己學校這一塊的代售點 是不能參與分成的 它必須為我們兩個自己持有 我們當時為什麼一直堅持這個條件呢 因為主要也是為了分散風險 如果合作不順利了沒有預期的那麼好 起碼我們有一個保障對吧 而且我們本校的代售點說實話 它能比得上另外一個學校所有的收入 我們本校那個代售點是賣的最好的 我前面所有一天的四五百倍都是 源於我們本校的這個代售點 事實證明我們這個決定也是非常正確的 不過看了一下時間好像來不及了 好 還有好多好多 我本來想要講一下和員工的溝通問題 那麼下期再見吧 好吧 不管我以後出多少多少期的創業視頻 你們都要記住一句話 創業不如買房 後來我們就學聰明了 把所有賺來的錢拿去買的房子 房價從以前到現在已經不知道漲了多少多少 這時候我就會在想我正想敲死自己 為什麼要去投那個集體店 為什麼不去買房子買更多的房子 他一套我一套 我們兩個在一起一套 所以我講了這麼多 就希望大家一定要三思三思 如果你能做到像我們在那麼低成本的情況下 殺出一條血路的話 OK我建議你可以去做 如果你的錢已經很多很多了 多到可以買房了 那你就去買房不要去創業 好吧 再說一下有一個結尾 就是我們現在依然是有在餐飲項目中 參股進行分紅 但是我們已經不管這些所有的事情了 因為真的很潮心 你需要和社會上的人聯繫 你需要打點關係你懂嗎 我覺得你們看我這個樣子 就算一個小學生 我跟人家打點關係 我覺得有點便扭 我沒辦法做到說 比如說我進去一個學校 我從口袋裡面拿出一包煙說 兄弟抽一下 這種事情我就做不到了 而且請大家不要再說什麼 家裡有礦啊 負荷帶啊各種之類的 我們感覺已經有四五年 沒有花過家裡面的錢了 而且每個人我們都會給家裡打一些錢 就是表達一下心意 希望大家以後發財了 做一個孝順的孩子 然後我想睡著 對 平安 五年 突然做一個像 一旦 你們都要吃 油 把他們都會吃 她們 restaurants 五年 由